據韓聯社報導 文在寅返回韓國後 26號在青瓦臺與朝野五黨座談訪美成果 包括美方承諾 繼承新加坡會談等對朝鮮政策 解除導彈射程限制 援助韓軍55萬人新冠疫苗 三星半導體大廠在美投資計畫 與莫德納簽約代理疫苗生產等 美韓峰會聯合聲明中 雖然提及台海穩定南韓問題 比起美日聯合聲明措辭緩和 但還是引起中共抗議 美韓和前不久的美日會談 基本上就是說 雖然都是廣義上講都是對付中國的 圍剿中國的 但是說它的強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個和今年三月 這個二加二會談是比較相似的 怎麼說呢 二加二會談也是日本跟美國的時候 是對中國非常強硬 但是說呢 當舞臺轉到韓國的時候呢 基本上對中國的批評 把中國的這個文字都沒有出 日本資深媒體人石板明夫認為 韓國與中國在地緣上文化上相近 經濟一存度高 加上中朝關係密切 使韓國不敢惹怒北京 文在寅在週二的座談中提到 有美國主導的四方會談很重要 將與相關國家就優先事宜展開合作 他還提到中韓戰略夥伴關係 以及疫情趨緩後 邀請習近平訪問韓國 在美日所主導的反中包圍網當中韓國可能是一個薄弱的環節 新唐人記者林岑欣 劉芳採訪報導